今天人氣王呢 要帶大家去南部來瞧一瞧 你知道漢神百貨嗎 我之前常常去漢神百貨出外景 或是住在漢神百貨裡面 那印象裡呢 就是它非常的古色古香 然後自助餐很好吃 但現在要跌破大家眼睛喔 因為重新花了20億改造 它現在變成一個非常指標性 而且很時尚的百貨公司 那麼裡面一二樓的一些國際精品陸續也開幕了 像是LV、Dior、Gucci、Fendi等等的 非常非常的豪華很奢華 帶大家一起去當貴婦 漢神百貨是高雄第一代的貴婦百貨 歷經半年多的改裝 終於在3月15號正式全新開張 如果有機會造訪這座南台灣最頂級的精品殿堂 千萬別錯過Dior、LV、Gucci與Fendi 開設的全新精品店 盡情領略時髦的奧義 LV 為了慶祝全新專門店開幕 慶祝派對邀請到Ella、陳佳華、陳婷妮、謝嘉健 還有吳思賢等品牌之友同歡 Ella 帶著LV 本季話題的恐龍蛋造型手袋登場 連身短裙搭配無袖西裝外套 露出細長眉腿的裝扮自己超滿意 我今天的穿搭就是2019LV的春夏新款 那因為他們這次設計的主題就是旅行 它有一個系列是到未來世界去旅行 任何人都不會知道未來世界長什麼樣子 所以那是一種對未知的探索 跟渴望去求知的那種心情這樣子 然後所以你必須要充滿冒險跟勇敢的精神 所以加了一件這個背心 西裝背心 去展現女性在這方面的那種勇敢跟tuff的感覺這樣 金馬影帝邱澤穿上千花馬海毛上衣搭配家染褲 一派勇懶舒服 派對上還請來盧廣仲擔任演唱嘉賓 他穿著LV春夏南中系列陶勒斯主題的印花襯衫 還有同系列風衣 完美駕馭今年陶勒斯的俏皮感 常常穿的是春夏星光的單品 然後這一件外套我覺得很酷 就是它有綠眼仙蹤的陶勒斯在上面 然後我覺得這麼很久沒有穿這麼繽紛的衣服 我覺得這個很適合穿去表演 對 感覺滿適合小巨蛋還是什麼樣子 在迪歐爾高雄汗生百貨 全新概念精品店開幕酒會上 有蕭敬騰 隨堂 瑟麗娜 Melody 吳念軒 蔡凡希等星光奇聚 高規格的時尚陣容還翻南台灣 沒有任何風格無法駕馭的蕭敬騰 邊上火紅的雷鬼頭 內穿透視背心 搭上長版櫻花風衣 酷炫登場 而這次的造型中 老蕭手推斜肩背上的 Dior Man Sado馬鞍包折得一包百搭 一身帥性褲章的任家身Selina 成套丹寧深藍銅色系出場 化身優雅的復古女靈 一向是包包控的她也在現場 開心購入了一款鮮紅色新款 賣ABC Dior包 還在客製化的款間背帶上 選擇了自己的英文名字Selina 打造專屬的個人風格 這次的Lady Dior Brawl包 在背帶上其實都很特別 不僅是寬的 還可以拼你自己喜歡的 不管字母或圖案上去 所以我就很大膽的拼了一個Selina 完全是我自己的客製化風格 幸福媽咪隨堂優雅的像是純神來到 換上以舞衣為概念延伸的手工編織洋裝 像是芭蕾舞鞋的攜帶跟鞋做襯搭 讓Dior本季的舞蹈靈魂 流暢在她的一瓶一瓢之間 我自己最喜歡這件洋裝的手工感 就是它整件是這樣子編織的 就覺得很精緻 很像一個很像洋娃娃的服裝 被穿在身上一樣 然後我今天知道它價格的時候 我也嚇了一大跳 因為這件洋裝一百多萬 但是當我真的去觸摸到它 並且把它穿在身上的時候 就會知道它的價值就在於 這件衣服本身就是一件藝術品 而義大利精品GUJI 已將近五百平方米 兩層樓的展示空間 呈現GUJI全系列男女服裝 鞋旅配件以及香氛系列 讓人忍不住想好好逛上一回 開幕派對特別邀請到搖滾女爵楊奈文 顏雅倫 胡雨薇以及女星墨允文 擔任開幕嘉賓 完美點亮GUJI的浪漫迷人之處 胡雨薇復古而不失華麗的戰袍 呈現強大張力 內裡西裝套裝凸顯層次 也為成熟男子風在天上幾分 一身混搭裝扮帥到100分 顏雅倫以別具個性的搶眼搭配 順勢唯有打破規範的枷鎖 才得以玩出真我的個性美學 穿搭上面的小絲 這件花的牛仔褲啊 就是其實是很多朝南 應該要必備的一件褲子 因為很70年代 那70年代在現在整個時尚圈 是當流行的 然後甚至是到今年春夏 然後甚至到秋冬 都會有這樣的風格存在 不管是哪個品牌 那我覺得這個蜂巢的 罪魁禍首呢 就有是哭泣 然後他把很多的這個 青年代當時的感受啊 以及人們心裡的那種狀態 呈現得非常好 呈現在每一件服裝上面 而Fendi則是邀請到 王陽明帥氣出席開幕 與舞龍舞師們一同歡慶 王陽明被問到私下 如何與另一半製造浪漫 他則說 呃首先說不定 真的要很了解另外一半 那也要知道 他喜歡的東西是什麼 呃然後要很用心 做好功課 然後真的是 呃不管怎麼樣 就是在你的心裡面 你另外一半永遠是第一 對對 這樣的寵妻蜜蜜 實在太甜蜜了啦 我們來看吧